绵延无际的雪原突发大暗 冰冷的极寒天气 兴凶者全无踪迹 边长僻静的街区 白雪绵延的国界 地广人稀的草原 地温正逼近极致 追捕却愈加坚信 而目标却总是闪烁在希望和失望之间 雪原追凶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天网栏目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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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我弟弟认罪 因为他走的这条路 我替我今天替我弟弟 为这死的两家 认罪悔改 我听说还生下 两个十八的孩子 我更对不起你们 当姐妹 没做到家里 我们这儿的地域环境非常空旷 而且呢 都零下四十多度 一个非常冰冻的一个世界 两个孩子放完假之后呢 非常高兴 给妈妈打了电话 说妈妈 我放假又回家了 寒假开始了 接班而行的是一对 在外地读书的节目 接近二十公里的前方 就是阔别已久的家乡牧场 草原的冬季异常寒冷 很容易被冻伤 长途行走 还有迷路的危险 然而姐妹俩 却将危险 抛在了脑后 两个姐妹归家不久 当地的边防派出所 接到了报警电话 电话中说 姐妹俩刚到家 就发现了异常 受到惊吓 报警人是姐妹俩的舅舅 她是被姐妹俩的电话 喊到家里来的 她说是在母宝床底下 有个人躺着呢 那是每次她用服装 舅舅报警后 已将惊魂未定的 两个外甥女 送到了不远的亲戚家 舅舅回忆 两个外甥女到家后 走遍了整个墓点 也没有找到父母 更没有看到家里的牛羊 整个墓点空荡荡的 当他们进入蒙古包后 很快就感觉到了事态的严峻 两孩子一进屋 看这个蒙古包里挺冷 火呢全都灭了 所有的屋里的这个水 都给冻上 刚开始姐妹俩没有多想 他们准备先让蒙古包暖和起来 可就在他们寻找萤火物品时 发现家里的一件蒙古袍 居然被扔到了床铺下面 蒙古袍是蒙古族的民族服装 制作工艺复杂 人们会精心收藏 女孩准备将蒙古袍收藏起来 手中的蒙古袍非常沉重 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用力拖拽 手指碰到了一个冰冷的物体 打开一看 衣服下居然是人的虚拟 女学生进出了冷汗 过了好一会儿 才求助了临近牧场上的舅舅 舅舅赶来后 发现床下的人早已没有了气息 于是一边安慰女孩 一边报了警 辩方派出所的民警 正在了解情况的时候 新巴尔湖右起公安局的行政人员 也赶到了现场 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时候 尸体是没有动 没人动 上面还盖着蒙古袍 检查这个尸表 背部 胸部 还有这个脖子 都有刀伤 仔细辨认 床下的死者是蒙古袍的男主人 于毛 从炉火熄灭 室内结冰和尸体僵硬的情况来看 人已经死亡多时 显然 死者是遇害身亡的 从死者多处致命的锐起伤来分析 遇害时应该会大量出血 进蒙古袍 看的时候 蒙古袍里头非常干净 蒙古袍里的陈设 普通而有序 仍然呈现着主人的生活气息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据舅舅回忆 姐妹俩到家后 不仅没有看到蒙古包的男主人 也没有找到他们的母亲 舅舅反映 蒙古包的男女主人和两个孩子 感情一直不错 就在两姐妹到家之前的昨天 他们还给妈妈打过电话 电话中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 我非常高兴 妈妈还很高兴地答应 说我到时候接你们 夜色一蒙 民警冒雪照片了周边所有的地方 都没有女主人的下风 眼下只有圈养生畜的棚圈 还没有查看 踩着松软的羊分 民警们仔细搜寻着每一个角落 棚圈最强最右侧 上面放满了很多的那个丝带和编织带 那个丝带一一解开后 看见一名女性尸体 民警发现 这位女性身上也有多处锐气伤 主要是她的胸部 还有背部 这个脖子这一块也被割坏了 经过辨认 女性死者正是蒙古包的女主人 斯蒙 绵延无忌的血缘 通发大爱 久别的重逢日子 慕民夫妇双双遇害 一路追查 细杯的血迹 遗弃的交通工具 诸多线索能否给出答案 是这儿吗 是是 有人吗 现在有两个人 血缘追凶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1月 在学生寒假返乡的日子里 内蒙古新巴尔虎幼齐 已对牧民夫妇双双遇害 男性死者余某是外地人 56岁 在本地没有亲友 与老家的人联系不多 社会关系较为简单 女性死者是本地牧民 41岁 与亲人们的关系较为融洽 彼此没有矛盾 她的亲人也多是当地牧民 光天化日 好端端的两个人 却在自己家里被谋害 不安的气氛像长了翅膀 迅速传遍了附近草原 大部分的牧民呢 主要还是你这个传统的 性命养殖为主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也要以这个草地为假 守护着自己的生讯 应该说生活还是很不容易的 一般都是单独 或者是一两个蒙古包在一起 方圆呢 几十里或者是几十公里 都无人温宇区 所以说像这种案件 一旦要是发生不及时的侦破的话 对这个牧民生产生活 造成一定的恐慌 压力就是动力 寻找凶手撑了当务之机 蒙古包里遇害的男性 和在棚圈里找到的女神 都有多处致命的锐气伤 可两处现场 既没有发现多量的血迹 也没有挣扎搏斗的迹象 蒙古包地板 有这个擦的痕迹 蒙古包里的这个拖铺 拖铺上面有这个血 所以说这个蒙古包的这个地面 现实上肯定是清理过 男死者的尸体被拖到床下 用蒙古袍遮盖着 女死者的身上 遮盖了大量的杂物 一般人不惜丑都看不着这个尸体 杀人 藏尸 清理现场 隐匿证据 民警推断 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如果遇到反抗 付出的时间 和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 还会成倍增长 本案的行凶者 不仅非常凶残 还十分冷静 这个男性 那个受害人 他的身体是特别健壮 平时那个干活 身体是特别好的 完了女性也是在草原上 以放牧为生 两人的身体是 身体是素质 都特别好的 案发地点 位于草原深处 陌生人很难到达 民警推断 行凶的可能是熟人 并且可能是两人 或两人以上 共同作案 案情研判过程中 一个细节 引起人们的注意 此前 民警们在赶往现场时 曾在半路上 看到过一辆 红色的摩托车 当时我们下车 看的时候 它链子掉了 链子卡到那个 链锣里头了 链子就是不转 破损的摩托车 恰巧就在 通往凶暗现场的半路上 更为奇特的是 在摩托车 方圆五百米以外 侦察员还找到了 被遗弃的塑料桶 驾驶裤套 望远镜的物品 现在回想 遗弃这些物品 极有可能是车主 刻意所为 果真如此的话 车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是普通牧民 摩托车坏了 或者没有了 它可以扔在岛边 但是它不可能会把这些 常用的工具 再扔到草地上 就在民警 对摩托车车主 产生兴趣的时候 一位草原牧民的来电 唤醒了侦察员的手机 牧民说 自己曾经到过凶暗现场 他当时是 他去送情帖 他是给这个女主人 去送情帖吗 女主人不在 那天是 他爷爷的 八十岁大寿 要摆这个喜宴 事情发生在 一月十号的下午三点 来送情帖的这位牧民 习惯性的 静止走进了 受害人的蒙古包 意外的是 他在这里 没有看到蒙古包的主人 却遇到了一个陌生的男子 一名男子 在这个 始终在这个铁床上坐着 一直不动 见主人不在 送情帖的牧民 问女主人斯某在哪 陌生男子指了指门外 说正在山坡上牧羊 送情帖的人 看到斯某 确实正在远处的山坡上 也确实是在 他们的男侧 正在放羊 正在往回赶 这个送情帖的小伙子 也是特别相信他 他问 他就问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路过的 紧过路的人 到蒙古包里 歇歇脚 是草原上常有的事 淳朴的牧民没有多想 交出情帖 就转身离开 从牧民反应的情况来看 当时蒙古包的女主人 还没有遇害 会不会是牧民离开后 歇脚的陌生人 杀害了蒙古包的男女主人呢 就在此时 警方对被害人信息的调查 有了新的发现 调查发现 就在牧民送情帖的三个小时之前 上午的11点46分 遇害的女主人 曾经打出过一次电话 之后 她的通话记录 就永久停止了 而与她进行最后通话的人 是一位姓鲁的男子 这个人呢 是咱们新八和右旗 可怕人的一个牧民 调查这位陆姓男子 更多的迹象表明 罗某与遇害的女人早就认识 并且长期保持着密切交往 他跟这个女死者通话比较多 来回这个发信息比较多 近这个几个月当中 他们频频通话 民警了解到 在11点46分 蒙古包的女主人 给卢某打电话之前 卢某也曾经多次拨打 女主人的电话 结合事件和现场的情况 蒙古包男女主人遇害的时间 应该是在最后通话之后的 五六个小时里 那么两人的通话 是否与虚案有关 宋情帖的牧民 遇到的陌生人 会不会就是这个罗某 要弄明白 就必须找到宋情帖的牧民 现在小伙子 看着第一眼 就指出了这个前衣人 宋情帖的牧民 指出的正是罗某 并且在这位莫民的印象中 他在送情帖时 蒙古包的门外 就停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绵延无忌的血缘 突发大案 情帖牵出的陌生人 究竟是不是凶手 继续追查 寒冷的草原 漫长的边境 复杂的城区 所有的追踪 又能否拨开 案件的谜团 是这儿吗 是是是 有人吗 今天有两个人 血缘追凶 天网满目正在播出 2016年1月 学生寒假返乡的日子里 内蒙古新巴尔湖又骑草原上 一对牧民夫妇双双遇害 在追查过程中 一位送情帖的牧民 认出了到过现场的卢某 并且现场停着一辆红色摩托车 那个摩托车是哪 一台摩托 都在 民警推断 牧民看到的摩托车 很可能就是卢某驾驶的 不巧的是 在卢某离开时 车辆发生了故障 这才出现了 被遗弃在草原上的摩托车 如此一来 卢某极有可能与凶暗有关 但此时寻找卢某已非常困难 天气比较寒冷 这个是极寒天气 再一个从这个发暗的地点来看 这个位置比较特殊 新巴尔湖又骑 地处北部边疆 北接俄罗斯 西连蒙古国 法案现场 距离两国的国境线 只有几十公里 离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 满洲里 也只有三十多公里 卢某存在潜逃出境的可能 为了尽快找到卢某 和可能存在的同伙 上级公安机关 和乡林旗县公安局的侦察力量 也被动员了起来 一张大网 已然铺开 谁也没有想到 网刚刚撒开 撞网的飞蛾就出现了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协查通报发出去了 牧民 附近的牧民呢 都知道这件事情 草原上的牧民发现 一个人影 正朝着中国和蒙古国的边境 快速移动 并且距离国界越来越近 他可能觉得自己跑不出去了 他可能会越近 边防民警果断靠近妄图越近的人 民警离越近者越来越近 可此人的反应却很震惊 经调查 此人不是卢某 更非卢某的同伙 而是居住在附近的一位牧羊人 因为失散了羊群 在寻找离群的羔羊时 靠近了边境 日光隐末 人们焦急的情绪连同暮色一起 陡然浓重起来 如果卢某没有远逃 有可能隐匿在草原上的某个蒙古包 或者棚圈里 如此一来 搜寻将非常困难 自然条件 它很恶劣 血也大 当天晚上它还是刮风雪 没有过路 冬天一般车到现场 都进不去 下来 风非常大 气温是要晚上达到四十五六度 去每个地方 就是单独的 就是不敢走 绑八就是你走了 那就是雪大了 你寡风雪 灯也照不上 灯照着就是照得近近的 远处都看不着 所以说就是绑八迷路 好 刑事人有下的证据非常少 所以我们就是一路就是插上线索 除了摸牌草原牧场 民警们还锁紧了满洲里 新巴尔湖右旗 海拉尔等地的外出通道 并梳理了 案发前后的交通服务信息 也就是案发的那天晚上 消失的那个点上 咱们往回查 因为啥呢 它那时候也没有公交车 没有这个 其他交通工具 令人兴奋的线索终于出现了 在案发当天的晚上 新巴尔湖右旗 和满洲里市的出租汽车运营方 都曾经接到过 内容相同的求助信息 而求助人说出的大车地点 就在被遗弃的红色摩托车不远 一处靠近公路的地方 最终 一位满洲里的司机 接受了求助 9点40左右 他给我打电话 10点多会报的 这位司机朋友 到达目的地后 看到的是一个穿戴奇怪的人 就是那个 他戴的那种套帽 就有两个眼珠 把它穿了一身放羊的那种衣服 司机回忆 大车人的装束 看上去非常奇怪 司机想 如果是牧羊人 出于郁寒的需要 戴上套帽 保护头部 倒也可以理解 就这样 司机没有多想 连夜把大车人送到了满洲里 下车就不知道了 我自己瞅不着他一样 大车人下车的地方 是满洲里繁华的中心城区 熙熙攘攘的环境 给警方的追踪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狐狸再狡猾 也躲不过猎人的眼睛 经过一番巡查 看到了大车人的影子 民警发现 下车之后 大车人拐过弯道 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又沿着近城市走过的路 出了城区 最终消失在了城郊地区 一个平方较多的一个地方 那个平方平方区里头 监控比较少 一家商店都没有监控 附近都得找到 再看一看 跟前还有没有商店 没有监控 向导纵横 如同泥牛入海 大车人无影过踪 这时 中安组成立以来 确立的跨区协查机制 发挥了作用 查出了这个 吕某的最后落脚点 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协查 民警了解到 几年前 卢某曾在这片平方区 租过一处住房 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 有当地民警协助 大家很快找到了 这所房子 没有什么人来过呀 没有 没有 在弄清民警的来意后 房主这才说出了 当天晚上的情况 我睡觉了 他晚间回来 说是12点多了 鞋都人家穿戴着穿 房主回忆 卢某显得非常着急 很快换好衣服后 没说几句话 就又出门了 这样散地衣服 黑的 穿上了 完了就 第一路 绿裤子 完了就出去了 来了 又走了 他说的 我大哥有病了 我看大哥 就那样过去的 搜索卢某的房间 没有任何收获 民警分析 卢某冒着被发现的危险 连夜回到这里 就是为了换上干净的衣服 显然 离开这里的卢某 妄图长期隐藏 绵延无际的血缘 突发大案 追踪凶手 警方的侦察目标 突然间踪迹全无 自信摸牌 两次警戒 整片无人居住的废墟 艰苦办案的民警 最终能否揭开 事件的真相 血缘追凶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2016年1月 学生寒假返乡的日子里 内蒙古 新巴尔湖 又骑草原上 一对莫名夫妇 双双遇害 追踪凶手 嫌疑人短暂出现后 就再次消失了 当地民警透露 除了卢某离开时的临时住所 距离满洲里不远的地方 还住着卢某的两个姐姐 跟两个姐夫呢 都打过架 当时我们也是特别紧张 我们就担心 跟这个嫌疑人 是不是在他姐姐家 也就是说 会不会伤害他姐姐姐夫 要保证群众安全 民警们必须在卢某之前 想先到达 万幸的是 卢某没有回到这里 两位姐姐 也没有收到卢某的信息 虽然又一次错过了卢某 但忧虑的事情没有发生 民警的内心 开始轻松了不少 民警们考虑 卢某要向安全隐藏 必然会选择一个 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这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地方 当时我们就分析 离开满洲的时期 他只能徒步 他就绕着监控所 我们也徒步走 一路追踪下来 没有监控探头 很少有人居住 更加没人留意 周边静得出奇 在一处民房前 侦察员停下了脚步 院落里的房屋 已严重破败 仔细打望 连门窗都已拆毁 忽然 一个细节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从这个外面一看 大门窗里挂着 破败的大门里 居然挂着一只铜锁 仔细查看 院落里 好像还有刚刚留下的痕迹 所有的异常都说明一点 院子里可能有人 大安民警全速出击 躺在废墟里的卢某 根本来不及反应 你把当时的情况 你如实地说一遍 他总说一句话 那天我就不应该 我不应该去找他 反复地强调这个 我没有说 想杀他害他那种想法 我就去跟他见面 问问他到底有什么 你这么冷落我 卢某所说的他 就是遇害的思某 卢某说 1月10号来到牧场上 就是想要一个说法 同时从思某这里 寄点钱财 然而卢某受到了狼狱 一看他过来了 他马上就生气了 就是没搭理他 卢某呢 他说我这么冰天雪地 我来看你 你还不搭理我 可是卢某的话 让思某更加厌烦 为了远离卢某 思某还赶着羊群 走向了远处的山坡 人家也不愿意借给我钱 也不愿意跟我那么沟通 我应该明白啥道理了 眼看就要白跑一趟 卢某非常懊恼 随后他在蒙古包里一通翻找 把找到的一把餐刀藏在了身上 把他跟蒙古包拷火 拷火过程当中 这个男主人回来了 因为女主人替他放下男主人回来了 男主人回来以后也没搭理他 接连受到朗诺 使卢某性情大变 他心胸比较狭窄 越想越生气 他猛然站起身 抽搐参刀 刺向了正在宽衣的男主人 在后面上扎了两刀 直接把这个男主人给捅死 蒙古包的男主人 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 心胸的卢某则清理了现场 把屋里的血迹插干了 就等这个女主人回来 在等待斯某的过程中 卢某以过路人的身份 骗走了送情帖的牧民 他在黄昏时分 等到了牧羊归来 正朝鹏圈走去的女主人斯某 这时想和斯某沟通的他 又一次遭到了拒绝 最终感到绝望的卢某 把斯某拖进了鹏圈 进鹏圈之后 直接从一刀里头拿出剑刀 行胸并掩盖了痕迹之后 卢某驾驶摩托车逃离了现场 侦破过程中 民警找到了卢某行胸的刀具 发现了卢某行胸时的血衣 找回了女主人的手机 这些都是卢某逃亡途中遗弃的 那么导致卢某和斯某难以沟通的 又是什么问题 他比较拿手 说甜言蜜语 这种多的女子的欢喜 完了跟他来关系 之后再跟他借钱 借助手机和微信 卢某认识了多位女性朋友 并和他们发展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而一旦有女网友想和他断绝来往 卢某又会以各种方式威逼协谱 我把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呢 我告诉你的家人 让你抬不起头了 认识这个芒谷包的女主人也是 碰过微信 或许是看清了自人的真面目 芒谷包的女主人斯某曾多次拒绝卢某 而这恰恰激怒卢某 酿成了惨剧 归案后 卢某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 并向从小关心他的亲人 表达了悔意 姐姐 特别对不起你们 从小那么合乎 父母没有了 打错不成 害人害己 即使泪水枯干 又有何意 卢某的结局只有一个 那是正义的审判 法律的惩处 案件虽然告破了 但民警们要做的事情远未结束 考虑到两个孩子目前的现状 我们也想进行资助 让两个孩子充分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也让两个孩子能够树立 面对失去亲人的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有了人民警察的帮助 所有人都会希望 两位小姐妹能够早日走出悲痛 翻开新的篇章 春节过后 新巴尔虎又齐漫长的冬季 就到了尾声 在喜庆的元宵佳节 何须的阳光 正温暖着每一个人的面庞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王文龙 南1989年2月21日出生 户籍地址 福建省南京县山城镇 翠梅村军营62号 身份证号码 350-627-1989-0221-0015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